你知道这张八七水灾救苦救难观音的照片 其实骗了你几十年吗 日本的地狱跟台湾的地狱有什么不一样 你知道日本跟台湾的地狱之王是谁吗 说一本岁一本 岁不尽啊 因为正值农历七月 所以不免俗今天也要来跟大家讲讲 日本跟台湾的神明跟地狱 那今天主要演出的我们会请到 观音骂严罗王跟地藏王菩萨 这三位台湾民间众所皆知 同时也在日本的民间信仰里 占了重要角色的神明 人小时候的经验跟记忆 其实会影响一个人一生 我小时候还住在台中厚礼的时候 刚好我阿公就在村里面的庙当廟宫 所以我真的是八心兵倒下家长大的小孩 然后呢我小时候庙里都会有一个角落 在放善书让人家免费可以拿走 里面的内容都是一些劝人向善的 或是在讲地狱多可怕的书这样 我记得很清楚那里面有一本善书 里面讲说如果打手枪的话 死活会下什么银邪地狱 还有我青春期的时候都充满罪恶感 到现在还是很担心我到底会不会下地狱 这样这是开玩笑的 不过善书呢 其实就是有一个最大的玩笑 就是说很多善书里面 其实都有张观音菩萨的预照 说是八七水灾的时候被飞机拍到 观音骑龙出来要拯救灾民的黑白照片 那里面的观音呢真的栩栩如生 然后上面还写着 观世音菩萨 恨生真语 这让我从小就真的相信说观世音菩萨 它真的存在 所以我真的不能在庙里 对麻祖博 还有在它上面的观音骂 说谎话这样子 不过随着越来越长大 除了刚刚讲的累积打手枪千科以外 我还开始有一个让我更确定可能会进地狱的疑问 就是说我一直在想 那既然观音菩萨都出来救人了 那怎么八七水灾还死这么多人 那我怎么知道观音到底是出来救人还是出来看热闹的 那这个地狱梗的疑问其实也不是没有根据的 因为在庙里面长大的我很小就知道龙 其实是管水的 是水神 你观音都骑在龙上面的 又做大水 那就嗯 不过到了日本读书之后 我发现那些善书给我开了一个最大的玩笑 就是那张黑白照片根本不是什么八七水灾观音显身 而是翻拍日本的画家 袁田直四郎他的油画作品 而且这张油画还是早在明治时代就完成的画作 那知道真相之后除了觉得 嗯干怎么被骗了这么久之外 其实我也松了一口气 因为这张照片呢 其实既然是假的 那我也不用因为怀疑观音而下地狱 可是我还是高兴没有多久 就想到 靠我以后还是会下地狱啊 因为嗯 我还是有很多打手枪的前科啊 那说到骑龙观音 就一定要提到艺术家 陈勤耀先生还原这张图的行动艺术 那既然本来只是一张油画 却因为因缘际会 在台湾成为几十年的信仰图腾 本身这件事就是一件行动艺术了 所以陈先生这件作品 让人家拍案叫绝 为什么呢 因为他在构思作品的时候 在台湾探查了许多景点 才找到了适合的龙 骑在上面 那这也让我注意到了一个点 那就是油画本尊上面的龙 其实是三爪 那陈先生千辛万苦找到了龙的雕像 则是四爪 那代表中国天子的龙五爪 那王四爪 这种说法相信大家也都很熟悉啦 所以有一种说法是这样 中国的龙五爪 朝鲜的龙四爪 日本的龙三爪 那所以咧 中国是文化中心 然后朝鲜又比日本高尚这样子 那这种基于中华秩序的讲法 乍听之下很有道理啦 也支持了很多人 小日本的这种歧视看法 但其实这是天大的误会 只要去查一下资料就可以知道 其实在中国的隋唐时代 甚至到宋朝的初期 龙都是三爪的 所以真的要讲正统的话 从浅唐史时代 就继承中国传统造型的日本龙 说不定才是真的中华文化的正统 那重点来了 日本龙其实在台湾 现在还是可以看到 那就是前不久台北原山饭店 被天花板砸到的三爪金龙喷泉 那这座金龙喷泉 其实本来是位在今天 原山饭店所在的 台湾神社鸟居旁的喷水铜龙 1919年由在草山开创巴驴馆的这个富商 管野洪六他所奉纳的 那既然是日本人的驾虎 又是放在神社前面 所以造型当然就是既成唐代中华传统的三爪造型 后来可能来接管的中国人也喜欢龙啦 所以这座喷泉就保存了下来 那一进饭店之后可能又觉得 嗯增加一件喜气 就把本来他的那个铜龙的造型 铃店啊 土金啦 然后镀上了一层我们后来熟悉的 金光闪闪的这个造型这样 所以啊 什么日本人就是看台湾人没啦 才会用三爪啦 还是说日本龙被砸到啊 那在台湾亲日的政党一定要倒霉之类的言论 你就知道说这有没水準 又减没卫生啦 那如果真的龙被砸 有人要倒霉的话 那应该也是每次都在那边 自称中华传统的那些人啦 但是呢 基于无物保存的立场 还是希望这座百年历史的铜龙 可以赶快修复 以它原始的风貌 重现在我们面前 成为我们台湾丰富文化资产 其中美丽的一个景点 不同国家之间 民间信仰的互相影响 从骑龙观音的例子就可以证明了 而观音呢 在日本除了我们台湾熟悉的 慈祥的样子以外 其实也有像家畜的守护神 马头观音 这种怪型类似明王 长相凶恶的特殊造型 不过呢 同样受到中华文化影响 日本跟台湾对于死后的地狱 又是另外一种想象 日本跟台湾同样接受了 被证实为伪经 也就是后世捏造的佛经 石王经的影响 而有所谓的石殿炎王的信仰 那台湾传统在人过世 做法事的时候 会在葬礼现场 悬挂有点可怕的那种 地狱石殿的挂土 就是因为做骰公就是模拟 由法师带领王魂 从死后走过整个冥界 然后跟阴间的诸神交涉后 让王魂顺利往生极乐 或是投胎散除 那台南当地的打城 其实打的就是忘死城 信仰上来讲的话 是同样的意义 然后我们清明节 去探望仙人的时候 也会买什么豪宅 信用卡 美金 甚至iPhone的纸扎 去烧给仙人 其实那就是台湾人 潜意识中觉得有所冥界 跟人间一样有政府 有另外一个像人事一样的空间 所以我们也会接受 像有八家雄 或是七爷八爷 这种像阴间的警察 一样的生命的存在 但是从日本神话里 伊萨纳吉跟伊萨纳米 阴阳分离的故事 来看就知道 日本人想象中的 明界是一片荒芜的 三途之川 夺一婆等民间传承 再加上被中国的 石王信仰所影响 日本后来也出现了 《地藏菩萨发心因缘十王经》 这本伪经 那也让日本出现了 石典炎王再加上莲华王 奇缘王法界王 再让这十三个王 各自对应 佛菩萨的十三佛信仰 那像是第一殿的秦广王 就是不动民王 第五殿的炎罗王 就是地藏王菩萨 那第十殿的转轮王 就是欧密陀如来这样子 那十殿也刚好对应了 日本人死后作祭啦 作祭的 从头七到七七 百日 死后一年的一周祭 死后两年的三回祭等 再加上最后的七回祭 十三回祭跟三十三回祭 这样刚好十三回 十三次的作祭啦 其实也是与佛教仪式的思想混合 但是日本跟中国那种中央集权 还有官僚系统历史悠久的王朝国家 毕竟不一样 长久以来 日本人对于冥界的想象 就是位在山中海上的 另外一个混沌的世界 这也是为什么日本人在欧帮 也就是中元节的时候 要制作所谓的精灵马 从山上把祖先载回去 然后欧帮结束之后 再把祖先送回他原来的地方 那也因为这样 十三次的死后作祭 日本人造作 但是十殿阎王的信仰 一直没有升值到日本民间 所以日本人一般对于民间的主宰 就只知道一个阎魔大王 跟台湾的阎王们一样 会铭记众人在世间所犯的罪业 然后死后公平审判这样 那在京都落东的六道真皇寺 也有个像中国包公传奇很像的 小野皇传说 那就是说平安时代的官员 也是名美女小野小丁的阿公 小野皇 因为办事公正又有能力 所以半夜还会被阎罗王抓公差 从寺里的水井下到地府 白天在朝廷上班 晚上继续在地府帮阎罗王打工的 这种血汗传说 那日本各地也会有 以阎魔大王为本尊的阎魔堂 像京都的隐阶寺 别名就叫千本阎魔堂 对于所谓的地狱 也只有所谓的做坏事 死后会下地狱 说谎会被阎魔大王 斑翠吉拔舌头的模糊概念 没有像台湾过去的著名善书 地狱游记那样分工详细 还与时俱进 后来地狱游记的作者 被发现做了很多真的该下地狱的事 还被抓去关 这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那总之台湾的地狱政府 组织明确 是以十殿元王为首脑 上面还有个中国自古以来 就是管理民界的圣山 泰山 人格化之后的泰山府军 那也就是东玉大帝 作为最高的元首 虽然日本过去的阴阳师 安倍晴明 据说曾经用泰山府军记 种法术 让死人复活 那但是毕竟是传说中的阴阳道法术 那不是一般的日本的民间信仰这样 所以如果台湾的地狱之王是东玉大帝的话 那么日本的地狱之王其实应该说是不存在 或者说不确定的 那不过咧 不管是组织严密的台湾地狱 或是模糊混沌的日本地狱 都同样有个亲民的存在 那就是地藏王菩萨 那这位号称地狱不空 事不成佛的佛法博士候选人 到现在都仍然在台湾跟日本的地狱解救受苦的众生 那比较不同的是在台湾的各大佛寺因为受到禅宗跟净土宗的影响 许下宏愿的地藏王菩萨地位其实蛮崇高的 常常是各大灵骨塔或是佛寺的别院里面 坐在虎头 膝脚 拳耳 龙身 尸尾 麒麟族的这种灵兽 地厅的上面 那拥有幽名教主尊荣的重要佛菩萨 那许多民间信仰也相信 在明界里的地位 地藏王菩萨还高于地狱之王东玉大帝 不过在日本地藏则是因为带众生受苦的特质 再加上日本民间信仰 早要的小孩会在山徒之川那边被恶鬼欺负 所以地藏菩萨会去解救他们有这样的传承 所以地藏在日本就成为儿童的守护神 还有各地摸头至头痛 摸哪里好哪里的各种替你痛致病的地藏 那这种保护众生的特质 也跟日本各地村落入口路边 为了要挡煞驱邪的石像道祖神结合在一起 于是后来地藏就变成了 今天我们在日本路边常看到的各种小型的无名地藏石像 成为到处都看得到 然后民众还会为了关怀地藏 辛苦帮这些石像穿上红色围兜兜的可爱存在 那不过也因为过去土俗杂神的这种道祖神 跟地藏结合在一起 所以除了救苦救难的菩萨性格之外 日本各地常常也会有某个地藏 其实不是地藏 而是当地的某个可怕的灵体 或是建立地藏是为了镇压当地的恶灵 凭掉意外死亡的怨灵 没事去接近的话去拜 反而会惹上麻烦的各种传说了 说一本岁一本岁不尽 如果说啥菜场就没努力了 但是日本永远说不完 所以只要大家喜欢菜场就会永远讲下去 那因为刚好遇到七月 所以今天跟大家讲一些应景的日本台湾的 有关冥界的故事 那其实有人说七月是鬼月 但是对我来讲 我宁愿称七月是民族月 不管是日本或台湾 这个月都是我们发挥爱心 关怀那些无缘众生 追思祖先 回忆仙人美德 这一个好的美丽的月份 那如果喜欢今天的内容 也请在留言处 跟大家分享 或是给我意见 最重要的 请大家按赞 分享 订阅 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次见